在微博上有一位大V 他有920万粉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张以武 也是经常出现在媒体当中的评论家 他最近因为在个人微博上发布一段文字 引发了关注 网友指出该条微博116个字里面出现12处语病 对此张以武回应称 这些是水利手写的点评 没什么值得说的 一位网名为邓学平律师的网友 5月1日发布了对张以武发的一段 116字的微博的批改图片 图中对张以武的文字进行了12处修改 邓学平律师在发布这张图片时写道 身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博导 这样的文字写作水平 只能说明平时在专业领域的劳动付出还不够多 有网友评论确实问题很多 好像跟我水平差不多 那跟你水平差不多 这就是抬举了 是吧 跟我水平 我水平可能要比他高一点 这其实有时候也是说 对这个名人啊 大V啊 也不用神话 也不用感觉怎么样 当然这个也是 是不是北京大学的水平 不知道 这个某种情况下 不如这个特朗普 我们经常说特朗普这个语言不好 人家只会写平白的话 朴实的话 动不动就very very very 是吧 但是人家写的话没错 字少没问题 你都看得懂 那北大教授写的字 是大家也能看得懂 但是呢 也都看出错误来了 也普通人都看得出来 但是这个张一武呢 对此的这个态度并不好 他第一次呢 回应了说 有人挺喜欢我这一段 多谢帮我传播 一个字也不用改 再发一遍 虽然是随手写的微博 确实没有修饰的完美 但费心弄了半天 也挑不出什么硬伤 这些是随手写的点评 没什么值得说的 多谢费心指点 不喜欢内容就说费尽点 点话好半天 使了这么大力气 这么关心一段微博点评 这真是对我太关心了 多谢了 但就是没有普通的 这也没办法 看着这么操心费力 也是很有趣 很值得尊重 希望今后还多指教 虽然微博文字 不能精益求精 但是还是挑不起 什么事来 也不容易 这么认真费力 对待一段点评 真是费心了 还是谢谢 这话说的就 火气还是蛮大的 那很快 他又发了第二条 第二条的文字 是这样写的 古人有一字诗 现在是微博 有一百多字诗 劳神费力 辛苦得很 点点画画 真是勤奋极了 对着一段微博 真是努力 可惜也还是没什么大毛病 都知道 其实是不喜欢内容 但这么费心费力 也可贵得紧 还得谢谢 有这百字诗 这么操心指点 我觉得 更得多写点微博 让人有机会 奋力指点一下 大家都挺高兴 大家都挺不高兴的 你北大的中文系教授 你不是普通人 不是别人 是吧 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最大的问题 书面语 以口语混用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人家特朗普 口语就是口语 口语写在推特上面 那大家都识的 能够听得明白 你讲什么意思 如果你写的这个东西 一百多字了 含昏不清 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那不是矫情吗